今年第一位跟慶祐的通風一百九五 以美保台紀念公風 請民眾的導授 地下聽證場白水不良 公風的超波有夠紅火雅 以外的培評 這工程的品質有夠落差 連續幾個天 後期一直就沒有效果 有議員接著民眾導授說 通風平定區一百九五 以美保台紀念公風 地下聽證場白水不良 讓一直以聽證場的 處理口走的地方流下 水還要淹加膠膜的管道 文建平表示 以美公風跟地下聽證場 是花八成六歲四 由自五月的錢去建的 只要用百年而已 還要在公共工廠品質 跟這種的競爭 結果公風裡面 不然有紅火下集群 地下聽證場現在還要淹水 配偏工廠的品質很壞 要求市府就要追求工廠的時間 受傷 合佑補告期的証券 當天晚上我們接獲訊息的時候 已經馬上派我們相關的廠商 去現場整個做那個清理的 跟疏通的整個工作 也清出了整個大量的一個 魚沙的一個情形 所以所有的設施設備 全部都是正常的 港部局回應說 經過了解這個淹水的地方 是在停車場的出汽口 水管不應該要順 出汽口這個水溝排出去 不過連續幾個天會大火 地蘇公廠裡面有這個山 才有淹水 成立後問題已經排毒 接著的車串 如果是在落火的時候 就要來順路檢查 而且平常下的遺貨跟 成立的工作就要做得好 那若沾對紅火下的問題 不像已經有炒魚做驚訝 也有流洪搜尋 但貨有比較好 會嚇到秋風來出油了 要算洪帝一個月後 超薄的就能夠開放 現在總合佈了